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爆料 主播女流济吃了有文化的亏 被风直播间登上热搜后 手谈这件事 直言,一玩黑神话 悟空的互动场景就PTSD了 游客CEO冯继接受央视采访 主持人问有没有黑神话 江子牙 冯继给出一个答案 我们需要时间 游客CEO冯继被央视邀请采访 主持人问了一句黑神话 悟空什么时候出DLC 冯继这样说 春节出DLC是假的 黑神话之父冯继接受央视采访 主持人一句被玩家吹跟黑神话 悟空DLC是什么感觉 冯继,也算一种甜蜜的烦恼 游客CEO冯继回应黑神话 悟空DLC的进度 引发外国玩家乐意 外国玩家乐评 我们愿意再多等两年 说起黑神话 悟空这款游戏 应该有很多黑神话 悟空玩家都打完了第一和第二周目了 都觉得不过瘾 这也是单机游戏的弊端之一吧 来来回回就了几个BOSS和章节 然后就有不少国内黑神话 悟空玩家吹跟游客尽快出黑神话 悟空DLC 当然也包括外国玩家也吹跟 这次游客CEO冯继回应黑神话 悟空DLC进度 引发外国玩家乐意 外国玩家乐评之一 我们愿意再多等两年 冯继作为游客团队的CEO 他在这个国产游戏工作室中的地位 绝对是超然的 很有话语权 这次央视官方邀请冯继来对话黑神话 悟空 就可以看出游客工作室和黑神话 悟空这款游戏有多大排唱了 本央视主持人也吹跟了黑神话 悟空DLC 问冯继 什么时候出黑神话 悟空DLC 对此冯继也回应了黑神话 悟空DLC进度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游客怎么还没发DLC啊 甚至是有什么传闻说 我们游客春节就会发新的DLC 实话实说 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不会把它黑神话 悟空DLC当成一个很快就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希望各位玩家和观众能理解 鼻子听到冯继大佬说出这话后 心都凉了 看来游客真的没在做DLC 那么外国玩家是怎么看游客缝继回应黑神话 悟空DLC进度呢 首先说一个点赞量高的外国玩家的评论 他说 晚宁愿五年后得到一个高质量的DLC或续集 也不愿很快的到一个会毁掉游戏的低质量DLC 没看看 这就叫格局 咱们有句口头相传的俗语 叫好饭不怕玩 跟这个外国玩家说的道理很像 高度概括了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外国玩家表示愿意44年都等了 愿意再多等两年 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就拿老头还DLC来说的话 表现的并不尽能意 很多老头还玩家都说DLC就是为了难而难 有点折磨玩家了 而且很多DLC地方太空旷了 一点探索的乐趣都没有 虽然老头还DLC整体质量很高 但有点没打磨好的意思 甚至导致老头还本体的游戏评分都下滑了 被DLC给拖累了 所以说黑神话 悟空DLC真的不能着急 就像游客逢记说的 他们不缺钱 他们缺的是时间 请大家多耐心等待吧 促后游客的佳音 其实游客已经有前车之鉴了 那就是黑神话 悟空的第五章和第六章 特别是第六章 感攻痕迹太明显了 这也是被吐槽的缺点之一 说真的 请大家别再催更黑神话 悟空DLC了 如果游客明年征出黑神话 悟空DLC反而让彼者担心他的质量问题 现在游客只需要好好休息旅游 好好维护黑神话 悟空本体游戏的正常维护和更新 就做得很好了 等休息好了 一定要好好做黑神话 悟空DLC 大家都知道 黑神话 悟空现在很火 甚至我的朋友都在跟我说 这款游戏的音乐做得不错 特别是那个神北说出的黄蜂岭 八百里 城市关外富饶的 唱起来是朗朗上口 他们作为上一代人 对这种游戏背景也很有感觉 甚至对电子游戏都不再那么反感了 或许这就是黑神话 悟空的魅力之一吧 不过说起来 黑神话 悟空本质上就是一款游戏 或者说的更精准些 就是一款国产的 高质量 高铁量 高成本的精品单机游戏 相信大家都已经通关黑神话 悟空好几周末了 都在乔首一代DLC 这是黑神话之父冯继接受央视采访 主持人一句被玩家吹跟黑神话 悟空DLC是什么感觉 冯继这样说 也算一种甜蜜的烦恼 冯继作为游客团队的CEO 身为主创人之一的他 在游客团队中的影响力 和耗道力是很强大的 可以说没有冯继的带领 就没有现在的黑神话 悟空游戏问世 这次冯继代表游客 接受了央视电影频道的官方采访 而央视主持人也是懂玩家的心 问了很多玩家都想知道的内容 比如什么时候出DLC 不过在面对这个问题时 冯继的回答却如晴天霹雳 他大致意思就是说DLC 估计的等两三年了 除此之外 冯继他特意提及了 明年春节是否出DLC一试 对此冯继表示说 这个说法其实挺离谱的 言外之意就说是没有那么快出DLC 明年春节出DLC的消息是假的 央视主持人还问了一个问题 被黑神话 悟空玩家催更DLC是什么感觉 这个回答需要甚至又剩了 稍有不剩就可能被玩家喷得体无完肤 好在冯继的回答堪称教科书的级别 冯继 因为游客毕竟是做游戏研发的 可能平时的这个一举一动就比如去了哪儿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去那树是要踩风 是不是要马上坐那个地方了 这个部分我觉得也算一种甜蜜的烦恼 彼者不得不佩服逢继的情商 好一个甜蜜的烦恼 这个回答真的是游客和黑神话 悟空玩家 双方都得体 妙哉妙哉 然后关于游客什么时候出黑神话 悟空DLC的问题 从网络上的言论来看 显而易见 大部分玩家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绝对玩黑神话 悟空这六个章节实在是不过瘾 希望游客尽快出DLC 来填补心中的空缺 从单机游戏发展史来看 DLC不会很快做出来的 因为如果早起赶工制作出来 像一币工作室那样 一年出一个 质量明显不尽能意 而且老头还DLC 也是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如果黑神话 悟空DLC也是按本体规模来做 那多半要在一年半到二年左右的时间之间了 毕竟慢工出细活 最后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 这次黑神话之父 冯契接受央视采访 主持人一句被玩家吹根黑神话 悟空DLC是什么感觉 冯契这样说 也算一种甜蜜的烦恼仪式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黑神话 悟空的全平台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W大关 这才用11个月左右的时间 堪穿游戏发展史上的奇迹作品之一 那么你们买黑神话 悟空的动机是什么呢 相信大多数玩家单纯是为了游戏好玩 才买的黑神话 悟空的 大部分玩家却不这样想 有的玩家是奔着BGM背景音乐才买的游戏 也有的玩家是为了看风景取景才买的黑神话 悟空 毕竟黑神话 悟空这款游戏实在是太优秀了 配音CV演员 美术师 取景建模师 脸膜演员 动不远以及音乐制作人等 都是一等一的墙 现在黑神话 悟空这么风靡全球 被玩家称之为黑神话之父的冯契 就被央视电视台之一的电影频道给邀请了 而接受了央视官方邀请的冯契 被主持人问黑神话 悟空什么时候出DLC 冯契这样说 春节出DLC是假的 央视电影频道的主持人问黑神话之父冯契 黑神话 悟空什么时候出DLC 对此冯契停顿了几秒后 才缓缓说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很多人都问我们游客工作室 怎么还没有发DLC啊 甚至有传闻说我们什么春节就会发新的DLC 但实话实说就是用现在黑神话的质量 甚至是更高品质的再去制作新作品 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很快就要去做的事情 其实冯契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了 依然是春节出DLC的消息是假的 按来游客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现在他们不缺钱 缺的是时间 正如随后冯契所说 希望各位玩家能理解 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思考 比如说了解新技术 新题材 思考怎么在以后的基础上再更上一层楼 你们发现了吗 冯契所带领的游客工作室一直很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除了官宣三天破1000W销量之外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正式的官宣消息 甚至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突破了2000W销量都没有官宣 换做是别的游戏厂商早就铺天盖地宣传造势了 为的就是扩大影响力和号召力 多卖点产品 多挣点钱 但游客却很沉得住气 甚至是太憋了 或许正如游客在第一个宣传黑神话 悟空的游戏视频时 就希望玩家降低期待了 他们也害怕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 不过请大家放心 冯契作为黑神话之父 整个游客团队的CEO 他既然敢通关央视这个游戏说要思考新技术啥的 希望更上一层楼 呈现出更好的游戏内容 那就请大家给他们时间 到时做得不好再喷也不迟 俗话说得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游客工作室前前后后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才推出了黑神话 悟空 相信冯契及其员工的工作压力都是很大的 难怪前段时间杨齐他们带领团队去旅游放风了 冯契也调侃说能不能先躺个两年 踩踩风 恋爱啥的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先放低和管控好自己的心理预期 多给冯契他们一些时间吧 大家都知道 现在黑神话 悟空很出卷 很火爆 特别是受到全球偏年轻群体的喜爱 那么黑神话 悟空风靡全球是有记可循的 单取材于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很多受众 毕竟哪位国人小时候没看过86版的西游记电视剧呢 此小时候还没个大圣梦了 黑神话 悟空不仅融入了有羞有肉的角色和生动有趣的故事 而且还涵盖了大量古代建筑 东方美学 国风音乐等中华文化元素 这些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 很有带入感 现在很多黑神话 悟空人家都希望游客出黑神话系列的续作 这次游客冯契接受央视采访 主持人问有没有黑神话 姜子牙 冯契给出一个答案 我们需要时间 首先来桌下黑神话 悟空DLC仪式 黑神话 悟空自8月份正式上线以来 短短三天突破1000万份销量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超过了2000万份销量大关 是款无庸置疑的优秀国产3A大作 很多玩家都喜欢游客能快点出DLC 就是游戏内容拓展包 甚至网络上有传闻明年春节2月份就能出 不过最后还是被上央视采访的游客冯契给否定了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整次放假 虽然很多游客团队的员工都休息了 但游客CEO冯契却很忙 埋于录制上央视采访了他 也是在采访视频中放出了很多内幕消息 比如说有没有黑神话系列的续作 当央视主持人问冯契 是在计划构造黑神话游戏宇宙吗 比如黑神话 姜子牙 对此冯契思索了一两秒 然后侃侃而谈 其实这最早是一个防御性的措施 我们游客希望后续不要出现法律上的纠纷 所以采取注册这些黑神话系列的商标 然后冯契继续补充说到 关于后续这些黑神话系列 具体怎么用 按什么节奏用 可能还是需要去谨慎考虑的 如果真的能力允许条件下 我们当然希望是可以能够在这个黑神话大框架下 把这些英雄或故事都演绎好 但这个需要可能相对很长的时间 不得不说 冯契说话滴水不漏啊 不愧是游客团队的CEO 从感觉问的问题没有真面回答过 但又全部都说了 起码我们玩家心里能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说起黑神话 悟空这款3A大作 就不得不提及他在国产3A游戏领域中的地位了 他作为首款国产3A大作 是集高质量 高铁量 高成本为一体的精品单机 那么黑神话 悟空在8月份正式上线时 不少游戏主播都想第一时间 接住这波天班的流量 比如说单机一节女流 女流虽然是一位游戏主播 但他的学历却是天花板的存在 这么说吧 他是省高考状元 在清华读的本科 在北大读的研究生 光这份学历就超越很多游戏主播了吧 不过女流选择了游戏主播赛道 这次主播女流既吃了有文化的亏 被封直播间登上垃圾后 手谈这件事 直言一玩黑神话 悟空的互动场景就PTSD了 8月份黑神话 悟空正式上线 女流也选择同一时间复播来 开始她在新平台抖歪的首秀 她还专门出了预告视频 也为自己流量肇事 但无巧不成书 学历水平太高了 才导致她在首秀时就被封了直播间 被直播间的网友们戏声是吃了有文化的亏 那么为什么女流直播首秀时 玩黑神话 悟空会被封呢 女流正在直播玩黑神话 悟空 然后看到游戏中的一处互动场景 女流很好奇 以为是什么好的游戏物资 然后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版经文 本来女流不以为意 都要过去了 结果直播间有些观众起哄 让女流解读下 问题就出在这里 女流正有模有样解读时 突然直播间被封禁了10分钟 还登上了某位的热搜 当时女流直播间的人气值很高 因为这波封禁10分钟 导致女流直播间的人气下滑得很厉害 不过好在10分钟之后 女流直播间就解封了 女流作为直播这么多年的老主播了 什么大帮大浪没见过 但这还是她第一次碰到首秀 就被封禁的情况 她也有点猛 然后直播间的观众说是吃了文化的亏 大概就是念了经文的缘故 只隔一个多月后 女流直播时又莫名其妙谈到了这件事 这次女流直播时表示还有点后怕 当时平台的工作人员说 可能涉及到了念经书 所以才被抬了 只能说AI太厉害了 但好在只过了10分钟 然后那边就开了紧急的会议 把所有的相关关键词挤清掉了 我有段时间甚至一玩黑神话 悟空看到这种互动场景都PTSD了 现在各大直播平台对中阶的管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但凡直播时 有一点传着的嫌疑就立马被封直播了 女流就是前车之鉴 除了女流之外 好像也没见哪位主播因吃了文化的亏额被封吧 再加上女流手袖时玩的是黑神话 悟空 流量很大 斗歪这波风镜说不定还就能女流一下呢 如果后台乌风记录有人清理一下就更好了 如果我们可以见到后台乱我两尾的黑神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